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改装至少说明 菲律宾是在真的准备将南沙事态升级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目前菲律宾在仁爱礁和黄岩岛方向 所动用的主要是海警力量 而新闻中提到的安德拉达级炮艇 是菲律宾海警的装备 如果菲律宾海警出现在冲突现场 即使什么都不做 也意味着事态的升级 菲律宾海警的装备和战斗力十分弱小 2010年以前 中国海警的力量规模小 活动的范围小 无法对南海 特别是南沙已远的海域 进行有效的管控 那个时候的菲律宾的海警 对中国渔民是凶神恶煞 中国海警力量加强之后 菲律宾海警马上就陷在原型 无论是舰船的数量还是性能都严重的缺乏对抗能力 所以每一次挑衅 菲律宾海警都只好邀请大量的外国媒体现场围观卖惨 虽然菲律宾卖惨很用力 可是买仗的国家也不多 南海周边的越南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都一声不吭 所以无法排除菲律宾会换一种方式来搞事的可能性 而菲律宾的最大底牌是由美国在撑腰 目前菲律宾任何小动作背后都离不开美国的影子 到目前为止 菲律宾海警依然保持着不用水炮向中方对等还击 但政治是多变的 菲律宾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有着诸多横跳的劣迹 如果今后中非在南海的对抗升级 也不让人感到意外 如果菲律宾决心继续在南海与中国过不去 两国在南海发生对峙的升级方式不难预测 先是双方海警船的水炮对射或者是船体的碰撞 有可能会有小口径武器的互相射击 甚至是大口径的机枪 如果菲律宾出动海军 中国海军也不一定动手 因为仅仅是中国海警的力量 也是菲律宾的海军惹不起的存在 至于美国如何动作 那要看美国在亚太和中国对抗的决心和意志 从过去中方在南海的维权历史看 是可以预判中方的行为模式和运用武力的规模与力度的 一般中方不会相开第一枪 但一旦动手了 就必然要彻底解决问题 1988年的314海战 就向全世界展示了这个行动样式 当时中越双方为了争夺吃瓜礁发生了对峙 越南方面仅仅是开了一枪 就遭了中国海军舰艇优势炮火的打击 前军覆没 所以菲律宾海军要是想通过加一层装甲钢板 就能够应对可能的火力交战 那实在是太小而苛了 事实求是的说 以中方现在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完全可以做到将菲律宾非法占据的八个岛礁 习数赎回 中国之所以没有采取极端手段 是希望维持南海和平稳定的大局 建立南海命运的共同体 如果菲律宾不能领会中方的善意和宽容 继续充当美国反华的马前卒 那不能排除中方会彻底解决 中非南海岛礁主权的侦探问题 也有人认为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 也就是安德拉达级炮艇的改装 不是针对中国 而是针对非国内的治安战 菲律宾国内的马拉威市 绵南老国立大学体育馆 发生爆炸事件之后 菲律宾政府需要更加重视 当地的反恐行动 而巴以冲突 给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者 提供了新的机会 到菲律宾招募成员发起行动 这样一来 菲律宾很可能要面临 更加严峻的海上反恐 反偷渡 反军火偷运活动 如果发生海上交战 缺少装甲防护 是比较危险的 因此菲律宾海军 对他的船艇进行了装甲改装 如果确实是为了这一个目的 那倒可以理解 但如果菲律宾军方 把改造后的安德拉达机艇 派到南沙来挑衅 那结局注定不会太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